我们可以好好学习 接下来讲讲高度 跟黄敬博士景哥谈论 他在这个行业深奸多年 亦是精益求精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行业有趣的事情 其实行业就是我们叫做维生 其实我们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希望将专业走入社区 专业走入社区 我其中一样会做的专业 就是做检测 检测的意思是流雨流水 或者地底流水 尤其流雨流水 令到很多人的生活受困难 所以我们希望利用专业 在社区开一些流水调解中心 或者一些有效的探测方法 当然还要便宜 令到市民受到流水的困难少 再者就是专业走入社区 慢慢地和地区便会多些合作 因为香港有18个区 我们其实区区都会去的 当然去一些比较低中下收入的区域会多些 比如香港应该最贫穷的区域是深水埗 我们总部就在深水埗 希望服务多些深水埗区的居民 所以刚才说的接地器 除了在物理上接地器之外 其实敬哥也在精神境界或格局上接地器 好像有深水埗 你都更加关心多些需要更多 辅助他们的兄弟姐妹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 说到兄弟姐妹 我知道敬哥你是何元人 没错 其实我除了是香港行业社团总会主席之外 其实我也是香港广东社团总会的常务副主席 以及香港客属总会的常务副主席兼备处长 我们的目标就是无论在广东这个境界 或者在客属这个境界 都希望多些人在地区上一起出来做事 亦都希望令到我们的互相关顾会做得更加好 比如香港客属总会做了这几年做得比较成功的 就是一个叫做客家子弟的奖助学金计划 每年都送出几百万出去 希望鼓励多些纸质去读好些书 对对对 其实都是很多难忘经历围绕着客属总会 我记得当时跟曾志明哥去了一次梅州 客属总会有几十台大巴 然后将香港的年轻人带回到梅州看看 不过何元 何元我也有一个好朋友 他开了一间很有名的客家菜餐厅 叫客什么 客家菜肯定是我自己最喜欢 冬光豆腐或者我们叫做车铁豆腐 我都很喜欢吃 与此同时客家地方也有很多土特产 很多土特产 在疫情期间我们最难忘是什么呢 最开始的时候要找口罩清洁液 抄云全香港甚至我马来西亚的学生邮递给我 因为香港没有货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到什么清瘟 什么药 一大堆的东西 接着就是大家开始思乡情重 所以我们就是入一些货 譬如腐竹也好 蜜粉也好 甚至蜡腸 薯粉 总之客家的土特产 我们都进来香港 以一个最底的价钱 就是卖给我们的乡亲 这个过程其实会令到很多人知道 原来有香港何元社团总会 他在哪里 和何元有些什么 还有有些人不信的 走上来就说 原来何元社团的会所这么漂亮 因为大家觉得何元是很穷的 当然这个会所的得来 就是我们的前辈 他们囚集了很多资金 我们只是一个参与的角色 我们现在善勇 还有我有时候我讲笑 在社团工作 我是属于叫富二代 因为社团前面 我的前任是吴维权 那吴维权博士他做了很多功绩 令到我可以比较轻松 和在执行上面 我可以扩大得比较快 太好了 所以这个富二代既幸福 但也是任重导演 因为承接了这么好的基础 你一定要把这个发扬方法